今天这期视频 Steven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双我等了也很久的鞋子了 因为对上一次复刻好像是2011年的时候 那么这双鞋就是这个黑水泥三代 这双鞋我应该不用给大家花太多时间去讲解吧 因为太经典太经典 我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我个人我Steven是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黑水泥三代 首先这款鞋就是这个黑水泥三代 这个配色是麦克尔乔丹他是唱过脚然后打过比赛的 在众多三代里面那可能要除去那个DB3 就是慈善三代以外 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个配色 在黑水泥跟白水泥之间呢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黑水泥的 因为这双鞋子它特别特别耐穿 那从颜色上来说呢 这双鞋你除了这个底下这个白色要打理一下以外 那鞋身这些地方呢 你一般来说都不会怎么弄脏它 而且黑水泥三代呢你穿的越久 越能够体现出这双鞋的味道 我记得我应该以前说过一句 跟现在说一模一样的话 就是说这个三代这个黑水泥配色 你要穿多两下 就时间长了之后呢下面肯定会有一点点发黄的 但是往往是这种就是这种效果 发一点点黄 然后它这个鞋面看着旧旧的 这种感觉更能凸显住这双鞋 它的这个质感然后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因为有些时候新鞋子看上去 就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 这双鞋有点酷有点帅 看上去很干净 但是穿久了的球鞋呢 有些时候会给别人一种感觉就是 你肯定是很喜欢很喜欢这双鞋 才会经常穿的 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个人 小的时候有一些很酷很帅的一些比我年纪大的 当时在我身边那些比我大的哥哥他们穿这双鞋 然后很简单就穿一条牛仔裤 而且那种牛仔裤也没有说像现在那样 又破洞了又什么样的 然后就垂到这个三代的这个鞋上 也没有说要把这个鞋后面这个nike air展露出来 甚至那些裤子长到都够把这个鞋子后面自己都盖住 但是往往就是它这个鞋看上去就跟普通的球鞋不一样 那我就会很羡慕他们 那么如果我当时有一双这么炫酷的那个黑水泥的话 肯定那个时候就能够跟更多的女孩子这个聊聊天了 好久没有穿这类型的裤子 因为我就是目前比较喜欢穿那种运动裤 还有那种trackpan之类那种裤子 然后裤腿都会是有就是要不是有那个松紧带 要不就是那个裤腿做的比较窄的 很久没有穿这种裤腿比较宽的裤子 那当然也是因为当下大家喜欢的那个鞋子 也没有像像这个这么经典的黑水泥衫这样 这么大的一双 一般现在的鞋子都是比较的这个收脚一点啊 或是低帮高帮也好吧 高帮的话它也尽量会把你的脚型缩的比较瘦一点 我知道肯定还是有部分观众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配法 那对于我来说这是配这个黑水泥衫最经典最经典的一种穿统 今晚史迪奔吹牛逼之后呢我们来聊聊这双这个2018年复刻这个黑水泥衫 今年复刻这双黑水泥衫三代呢盒子上的设计就是盒子上的一些细节呢 跟2011那一款那个大概后面不是Nike Air 后面是那个乔丹那个Jumpman logo的那双呢 它的盒子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找不到合适的角度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鞋 那我现在蹲在这里 然后给大家讲一讲这款三代 因为我跟很多这个热心观众聊过 就是说怎么看待这双鞋子跟要不要去入手 因为据闻呢 而且网上也有很多这个朋友在买或者是在卖 这个新款复刻这个黑水泥衫的 说今年的货量很大这个鞋子不值钱 这个问题的话困扰了比较多这个热心观众 那么我手上这双黑水泥衫呢 是戴翠他好像是Nike发了一个邮件给他说他能够提前购买 然后我入手的这一双黑水泥 那我当时是想提前给大家拿那双鞋 就是这双鞋来这个开箱做视频 那么让大家可以先看一看这双鞋的这个大概构造 然后看一下一些细节做工什么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完这期视频之后呢 再去决定买不买 所以呢我就去BT问了这个华哥借了一双这个黑水泥衫 过来给大家做视频 你知道我早上刚借完这双鞋之后呢 我买的那双黑水泥衫下午就到了 那么现在我手上有两双这个黑水泥衫 那这双鞋我到时候会还回去给BT他们 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感谢一下BT 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感谢一下华哥 他借这双鞋给我开箱 与此同时呢也要感谢WGK的DON 他也帮我问了这个黑水泥衫 那么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如果你来广州旅游或去上海旅游的话 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两家鞋店 那么今年复刻的三代到底跟这个最近复刻这个真实了 还有就是我手上这双FIRE Red 应该是2014年放了吧这双鞋 那这三双鞋因为我没有那个11款复刻的黑水泥 所以我只能拿我手上现在有的三代给大家做对比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三双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好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这个材质问题 我觉得新复刻的这双18年的这个材质非常棒 见仁见智的这个我个人觉得非常棒 如果你觉得什么不如老的鞋子好的话那我没办法 那么这双2018年复刻的黑水泥 等一下他们里面的鞋垫是红色然后Nike Air 那么这个鞋垫跟三代后面是乔丹logo的那种鞋是不一样的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双这个FIRE Red 那么我这双后面是这个JUMMAN就是乔丹这个飞人logo 然后他这个鞋垫呢是一个JUMMAN logo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双真实蓝 这双真实蓝呢他也是用了这个Nike Air 然后是红色的鞋垫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 2011那个版本的黑水泥3 它里面的鞋垫应该是灰色然后是JUMMAN logo的 那对我个人来说Nike Air有跟没有 其实可能没有那些老玩家他们那么大的情怀 因为我对鞋子的情怀更多是在于我个人的一个成长经历 所以说这个Nike Air在后面对我哥来说并不会影响这个鞋子太多 如果有朋友想入手黑水泥3呢 今年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就不要再像以前那么执着 就是说一定要买某个东西 当然我非常非常尊敬 跟这个尊重尊尊重尊重尊重 我还是非常尊重跟尊敬 喜欢这个球鞋还有Jordan的那些大神呢 还有一些老玩家 他们可能是非常非常执着于一些特定的鞋款跟一些细节呢 非常建议大家入手 另外一个点呢就是18款这个复刻的跟2011的那双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这个爆裂纹就是这个elephant print他这个地方的颜色呢 18款这款复刻的会比11那一款的颜色要浅的 不管是后面还是前面 如果有这双鞋2011那个版本的话呢 你可以去对比一下那个颜色2011那个会深很多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双鞋还有一个地方就是2018的这个复刻版本的这个地方 就是鞋带这些孔的这个地方 有一块灰色的这个区域 不管不单单只是这个区域了 就是当然还有前面这个鞋舌上面这些洞 这些地方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就是不太舒服 就是这些地方呢老的版本的话呢是并没有那么明显的 就看上去就远看了这些地方就是一块灰色的 但是今年复刻这一款黑水泥呢 他在这个地方就非常就很明显你能看到 那么我手上的这双Fire Red 4呢 这个地方就会跟2011版本的黑水泥那个地方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鞋带旁边这个孔 那么他这些细孔的话就没有这个2018复刻的这一款那么明显 给大家做个对表就没有那么明显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呢 应该有很多朋友有查这个资料 或者是上网看别照也会说到的就是那么在鞋底的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一个跟我现在手上这双鞋一模一样的这个Jordan logo 今年复刻这个2018年的这个黑水泥呢 它底下是这个红色这个Nike logo 那它是跟这个真实栏就是165还是17年复刻这个真实栏下面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就是Nike后面 然后如果是2011版本的黑水泥呢后面是跟我手上这双一样 是一个Jordan logo 那么我在这里呢也跟各位热心观众说一下 这一款2018年复刻的黑水泥三弹它质量是真的挺过关的 好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益州穿搭实录啊还有一些我买了很多Nike打折货的一个开箱视频啊 这些很精彩的视频呢陆续有来 如果各位喜欢看什么潮牌开箱啊日常美朝Supreme Palace 或者是一些日常walk搞笑吃东西的话呢都可以关注我 那么我的各种频道呢都列在下方 各位可以过去点一波关注精彩内容陆续有来各位观众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Peace